食安风波再起 网品集团旗下的餐厅 初瓦韩式料理跟象腊和牛麻辣锅 都传出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总共是有22个人用餐之后 陆续因为恶心呕吐腹泻就医 而台北市卫生局在接获了医院通报之后 派人前来稽查查出了几项 现在已经勒令停业了 网品集团则是发表声明表示 同栋大楼的住户在饮水之后 也出现有类似症状 因此目前初步怀疑 可能是大楼公共水管发生的问题 餐厅外头贴上休息公告 得进行环境清销 因为又爆出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这回是知名餐饮集团 网品旗下的初瓦韩式料理 跟象腊和牛麻辣锅 而这两家餐厅 刚好就位在西门町商圈 同栋大楼的同一楼层 当然是会担心 但是希望良心 爆出来大概都会比较 各个餐厅会自己比较多注重一点 北市卫生局陆续接获医院通报 共有20名患者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症状 他们刚好分别在4月2号到5号 前往这两家餐厅用餐 而卫生局击查后发现 餐厅有食材为标示日期 外提供来源凭证等问题 已经依法勒令停业 不过书瓦跟象腊的脸书粉砖 却是公告 因为大楼供水不足 才供收到8号 惹来网友怒呛 避重就轻 也调出苦主现身说法 汪品集团则澄清 确实因为大楼水质不稳定 有暂停供水 而大楼住户在饮水后 也出现类似症状 因此怀疑可能是公共水管发生问题 如果说是一般的食品的话 通常会是集中在某一餐 我们也觉得那应该水的问题是可能性蛮大的 食品接触的那个环境减体之外 我们还有采水的减体 细菌需要培养 所以大概需要12到14天 拥有连锁餐厅掀起食安风波 餐厅业者各个绷紧神经 消费者也吃得心津津 这是您干日帝 他们做到